Odia Jungle Odia Jungle 肖皇后在他死后先后成了与文化级的淑妃妃 窦剑德的宠庆 两代突学藩王的王妃 最后又成了唐太宗李世民后宫中的昭容 杨广先后五次被正式戴上绿帽子 不得不说是给父兄戴绿帽子 以及是杀父亲和兄长的报应 李渊李渊及唐高祖 唐朝开国皇帝 军事统帅 李渊与杨广算起来还是表兄弟 他之所以会反随 大概也是因为他与杨广的两个妃子私通 坐上帝王位之后 他所私通的这两个妃子 又与太子李建成 发生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 也为后来的玄武门事件点燃了导火索 导致李渊退位 李世民李世民及唐太宗 唐朝第二位皇帝 杰出的政治家 战略家 军事家 诗人 他虽然是一代明军 但不可否认 他也被戴了绿帽子 他晚年宠爱的财人武士 也就是 来的一代女皇武则天和他儿子私通 在他还没死的时候 就给他戴了一顶绿帽子 房依爱 房依爱 唐代明臣房玄灵私子 李世民的十七驸马 他有一个很好的家庭 但是从他娶了高阳公主后 他的公主老婆背着他跟和尚私通 并且生下儿子 另外高阳公主和自己的大哥 以及高阳的同父姨母哥哥 吴王克关系都不清不白 他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 最后还要和让自己当乌龟的人一起造反 也是由于他的原因泄密 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好